自己本身身为女生 其实也是最喜欢去使用 关于到我们 就是Karisella系列的 这个产品 跟你们说其实 很多人都是有忽略了 这个反晒的重要性 效果就是我们讲 可能一个不小心 没有去注意 可能皮肤就是这样 被晒伤了 然后就会导致 慢慢的可能 你就会看到 这个皮肤有 这个晒黑 或者是有出现邦 或者是皮肤 就是有这个老化的现象 可以说是 就是我们讲 现在我们就是要去 注重这个反晒 就是不管你什么年龄 其实都是要去注重反晒 所以今天呢 就是我会分享 关于到我们的这一支 我们的Belvert BB Cream 它是一个 就是我们讲三种功能 在一起 在就是三种功能 在一起的一支产品 所以可以做到 反晒 养肤 再加上 遮瑕 我自己本身女生呢 就是非常喜欢 就使用这一支 就是因为 她的这个三合一的功能 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本身呢 就是我名字是叫Clara 然后呢 我现在是一间美容院的 就是Ultimate Beauty负责任 同时我自己本身也是因为 就是喜欢这一个美容 然后有时候也是会分享 关于到这个产品的知识啊 或者是其他等等的兴趣 所以这边呢 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反晒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像是 如果啦 今天你去到一个 可能户外 我们讲户外爆晒 像是海边啊 这一些 然后你没有去使用 反晒霜 皮肤就是非常容易 被晒霜 晒黑的 所以呢 这边也是有个图 可以给大家看 就是我们有做反晒 跟没有做反晒的 这个差别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差别大不大 就是如果你见到做反晒 皮肤就是这样子 被晒黑 然后晒伤 像是我有一个 就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就是我一个顾客 他就是 跟他的家人们 去到户外 就是去一个海边 没有去涂任何的反晒 在他的脸 结果呢 他的脸就是晒伤了 然后皮肤就是晒到红去 然后又会痛 那这个时候啊 就跟我讲 哎呀 早知道要去涂这个反晒 要不然我现在脸 就是整个又红红的 又痛痛的 甚至还有这个脱皮的现象 皮肤呢 他就是有脱皮的现象 导致啊 他现在就是 哎呀 他就是去个出个门 就是我们讲 他每一天啊 就是在基础不服后 他都记得反晒了 因为这个教训则是太痛的 所以呢 这边也是 哎 就是讲到这个 我们的反晒啊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现在就是趁早 就是我们讲 知道这个反晒重要性 就要做好反晒这一步 所以说到反晒 我们每次都是讲 哎 这个反晒 它是很重要 so 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是 需要做到这个反晒 当然第一点 就是去预防 我们这个皮肤的 这个色素沉淀 因为今天我们其实人 都是会接触到紫外线 所以这个紫外线刺激 其实就是引起 我们皮肤的黑色素生成 导致我们就是会出现 色斑啊 雀斑等等这些问题 再来呢 我们要去预防日晒的伤害 就是预防被晒伤的 这一个可能性 因为今天涂抹 这个我们的反晒 是可以降低皮肤受损的 所以呢 就是可以减轻 就是被晒伤的这些症状 像是红肿啊 这些脱皮啊 等等的这个现象 所以其实我们讲 我们今天 就是做好这个反晒的步骤之外呢 其实呢 我们可能也是 像是出门在外 你涂了这个反晒 你也是可以 就是可能走在路上的时候啊 也是可以带着一个 就是可能去打个伤 去拿一个伤啊 反晒伤这样子 因为呢 就是我们讲 你今天做好了这个 我们就讲涂抹 这个反晒 也是最好做一点物理的反晒 OK 所以呢 我们就是讲最好 有时候我们两个都要做伤 因为如果今天你走在路上 可能太阳非常的大 你就再多打一个伤 OK 就是做好这个步骤 所以呢 我们讲了紫外线 对皮肤到底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的紫外线 其实它是 就是我们讲有两种 一个是UVA 一个是UVB 所以UVA呢 它是属于波长比较长的 直接就是达到我们真皮层 所以你试想一下我们如果这个紫外线呢 它直接进到我们的真皮层 它就是会去破坏我们的DNA 然后呢 造成我们的皮肤 它就是慢慢慢慢的可能就是有皮肤老化的这个问题 再来呢 像是我们第二个波长UVB 它其实呢 是属于一个波长比较短 但是呢 它是一个能量非常强的这个紫外线 所以它是可以达到我们皮肤的表皮层 然后呢 就是时间久了 它其实会造成就是红肿脱皮啊 然后呢 可能你皮肤看过去很暗沉啊 另外呢 它是会导致致癌 这个这个UVB 它是会导致致癌的 所以呢 我们其实呢 凡晒酸 大家就是可以看一看 上面 每次都会有写到这个SPF 还有就是PA的这个字眼 所以这个字眼到底是拿来做什么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SPF其实就是说明对紫外线B 它的一个防护能力的指数 所以今天呢 我们讲 这个很像我们的这个SPF 它其实哦 这个我们刚才有前面提到的UVB 就是呢 去导致 它是会导致我们就是晒伤 然后呢 就是皮肤癌的主要紫外线类型 所以呢 我们的SPF数值越高 就代表我们的这个产品 它的防护效果就越强 所以呢 很像我们就像SPF30的产品呢 是相对于未使用防晒产品的情况下 可以延长皮肤在相同环境下晒伤时间约30倍了 所以它这个SPF它就是这个意思哦 再来就是关于到PA PA的话其实就是大家看到 诶 可能有一个加 两个加 三个加 四个加 所以呢 它这个 它是PA 它就是针对UVA 就是很好记忆 就是这个A跟A 然后呢 它就是用来衡量产品对紫外线A的一个防护能力 所以UVA就是讲了嘛 导致我们皮肤老化的这个主要紫外线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加数量越多 就是代表它对UVA的防护效果就是越好 所以呢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诶 我们的这一支的BB Cream 这个BelvetBB Cream 因为它就是含有这三个功效 像是我们就是女生马克能 它这一支呢 就是非常受女神的喜欢 因为它就是拥有了防晒 遮瑕 又加上它可以养肤的这一个效果 所以呢 我们呢 我们讲的可能平常 我们防晒涂了 还要再去化妆 但是呢 这一支呢 它是直接 它是BB Cream 就是在一起了 可以让你直接有这个散妆的效果 所以它这边呢 就是我们这一支的BB Cream 它是一个SPF50 然后PA三个家的产品 然后呢 它又是可以做到 就是养肤的功效 所以养肤的功效就是 它又可以帮你弄白肌肤 然后呢 又可以帮你去淡化 一些我们脸部的细纹 这些等等的问题 所以这边呢 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的主要成分有什么 到底为什么 它这一支的BB Cream 它就是可以做到 又有这个养肤的 这个效果在里面 所以呢 这里就是它有写到 它是有腺肝 所以这个腺肝其实是 我们讲非常popular的 非常出名的 在改善皱纹这一个方面 它这个成分 然后呢 它是可以去帮助你去体验肌肤的 这个肤色 再来就是去打造一个更有弹力的肌肤 它也就是熊果素 它其实呢 它是可以帮助到去 预防黑色素沉淀 然后又可以给你一个 弄白的效果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的 有效在 就是可以帮助去预防皮肤 老化色斑这些的问题 再来呢 就是像是有这个尿蓝素啊 然后有这个羊干菊等等的成分 其实它们都是帮你的皮肤啊 去就是 我们讲的去打造一个更加弄滑 然后呢 又可以就是皮肤更加水润 有这个水润感的这个肌肤 所以这边呢 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这一支BB Cream啊 它其实是有获得我们的 Dermatess Excellence 获得了 这个就是有经历了 24、48、72小时的 这个人体皮肤实验 然后呢 获得了这个对皮肤无刺激性的Excellent 所以呢 也说明了我们的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我们讲五星级的产品啊 然后它也是经过了非常严格的检测程序 我们的产品呢是非常的安全啊 就是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使用它 再来就是要给大家看 哎 这个见证啊 就是我们讲了不同肤色的人 其实它是一支我们的BB Cream 它是非常神奇 它只有一个颜色 但是它是可以就是非常自然的我们讲去啊 就是融入我们这个皮肤哦 就是不管你可能见皮肤比较亮一点啊 或者是暗一点的 其实呢 我们的这个BB Cream呢 它都是可以跟你的肌肤原本的肤色 就是我们讲blend naturally 就是它不会可能有很明显的 也就是讲有这个明显的色差这些问题 所以像是我自己本身 因为有这个长期也是有这个黑眼圈的问题哈 所以呢 我们就是啊 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会使用这个BB Cream 去做一个啊 我们讲这个这个light cover 去做一个遮瑕 然后另外呢 像是我自己给这个顾客去使用的时候 它就是肤色 就是明显的体量哈 就是在有涂BB Cream的那一边 它的肤色就是明显体量去 然后呢 它自己本身也是被效果惊艳到 因为它就觉得它自己的皮肤是蛮暗沉的 然后呢 就是可能怕使用这个BB Cream 可能会出现啊 很明显的 就是皮肤可能突然间很亮 就是可能跟它脖子的颜色又不一样 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但是它发现它涂在脸涂半边 哎 发现到跟它的脖子颜色 不会说有这个很像相差很远 很突兀的这个现象 再来呢像是女生可能也是有面对到痘痘的问题哈 就是有痘印的问题 像是呢 这个我给这个顾客他去使用我们的BB Cream的时候 他就发现到 哎 他的这个遮盖的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哈 而且还是非常的服贴 就是他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干皮的现象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哇 他的毛孔甚至也是非常的明显哈 他是非常的干的一个皮肤 但是他使用这一支BB Cream的时候 他不会说觉得好像很厚重 然后呢 又觉得 可能就是又卡在他的毛孔啊 这些就没有哈 就可以看到其实呢 他的一个遮盖痘印 遮瑕 我们家脸上的一些小瑕疵啊 是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支BB Cream啊 在女生里面呢 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款产品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 有这个防晒遮瑕 还有养肤的功效 就是这一支BB Cream 在长久 我们讲可能你早上涂了 到晚上 就是可能到放工呢 我们讲 他的 这个我们讲 他不会说可能涂一下 然后会油油 粘粘的 这个又不会哈 涂了 他是非常好吸收 很服贴的 然后呢 就是他涂了 你也不会觉得 可能会造成一个明显的色差 这些问题就没有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一支BB Cream呢 我自己本身 会去分享给其他人去使用 因为呢 其实他 我们讲的 我们女生 就是要去寻找 就是 就是这个 我们讲防晒 要有用的这个 要有效的这个防晒 又可以做到遮瑕 这样子呢 就是在做好防晒的这一步 也不需要再去 花时间 去可能买一个foundation 这些去散装 就不用了 可以说是省事省力 所以呢 这一支的BB Cream啊 就是如果大家 不要再寻找一款 就是他 不要这个质地不厚重 然后呢 服贴度又很高的防晒酸 清爽质地的防晒酸 然后我们这里讲哦 就是去 可以去使用 我们的这个BB Cream 因为这一支BB Cream 其实呢 就是讲了 它是拥有一个 三合一的效果 然后呢 另外我们的BB Cream 其实它是差不多一个 50ml的容量 然后呢 我们在使用的 这个分量 其实也是可能 一个黄豆 可能最多也是比一个黄豆 更大的这个size 这个用量 所以这一支BB Cream 它50ml 你也是可以用上一个小半年 可以用上一个半年的时间 就是涂了 就可以去保护你的脸蛋 还可以去让你的脸 变得越来越好的一款产品 所以呢 今天就是简单一个分享 关于到我们这个BB Cream 也是非常谢谢大家 就是聆听 关于到这个BB Cream的一点的 这个分享 然后呢 也是在这里 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关于到防晒 就是肯定我们就是要去 注重防晒这一块 然后呢 就是从现在就开始做好防晒 要不然就是等到我们皮肤 被晒散的时候 再后悔就太迟了 所以谢谢大家的聆听